自己有的時候都不會開branch 但是當我發現到說 我接下來這一個新的feature 可能會開發很久的時候 我可能沒有辦法一天之內開發完 我不想要讓手頭上的call 很長一段時間 在不能使用的狀況之下 而且在實際的開發的狀況當中 你其實 很容易有一種狀況就是 你正在開發一個新功能 他會遇到一個bug 然後別人會讓你都改的東西 所以你不可以讓手頭上的call 很長一段時間出現 不能動的狀況 那這個時候 當你有這種感覺的時候 就要用branch 在開發新的feature的時候 Gitter的branch 指定就比較長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很有用 大家記起來 那 那 Lolodon 就是 照著這個command檔 等下就可以自己測試一下 branch 怎麼用 那 這邊多要知道的事情就是branch 好 第一行呢 就是 我們要開一個branch 的名字叫做feature 右邊這個feature 就是你未來自己要取的名字 所以你可以為一個feature 開一個branch 而這是你的bug 真的太誇張了 你可以為一個bug 開一個branch 那你就是知道這個branch 哪裡接的這個事情 好 那在第一行打完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再打第二行 如果branch 後面沒接東西呢 你就比較害怕 它就只是告訴你 現在你的call 裡面到底有幾個branch 好 那可以想像這樣 一開始什麼都沒做的時候呢 就有branch 叫master 就是主幹 因為城市本來一開始就有一條直線 它叫主幹 那 前兩行呢 第一行只是開一個branch 但你還沒有跳到另外一個主幹去 然後 這個chick out feature 那你才會跳到feature 那個branch過去 因為遇到chick out 所以其實它 雖然所有功能都是不一樣 但是有一種感覺就是 拿出來 往過去 這樣 叫check out 因為現在剛才有講到說 它地稱 其實是一堆檔案系統 依照你的committed的訊息 來把地稱的資料拿出來 所以叫check out 所以你感覺是過去 但其實你是把東西拿出來 copy到這個資料檔案裡面去 從記憶卡裡面 資料到處 就是到你的director 好 那 今天已經切到了feature 這個部分之後 那我們就來模擬 我們要加新feature 的一個過程 就把資料 再 再複寫到 A.TSC裡面去 然後 一確定把它加到 你這裡 把系統裡面去 再tarmit 那今天在feature 這個branch 你就 開始做你的 新特色的開發 好 那就 最後呢 有些heaterbranch看看 然後再回到 我們的next 就是 看一下A.TSC 調整整地的轉子 怎麼樣 就會發現到 你沒有兩條主幹 但他們的coast 長得不一樣 所以 反正變回一下 好 那 現在就變成branch 這次回到正常的狀況 我剛剛說要開一個branch 叫做feature F1可能有時候feature一大堆就先加F1 接下來我要開發我的F1 feature 還是像剛才那樣的字叫做new 然後把它改成叫做new branch 這個字就進去 裡面的內容被改成new branch 那一樣要把它加進去 這個檔案系統進去 做完的心地選擇 好 那這個feature可能有 在開發中碼的程度 就要接近測試了 它會做完 但是你一定要回到你原本很stable的code 再做一件事情 所以接下來你能回到原本的 比較穩定的code 我先看一看現在有什麼drench 那master是預定的 預設的 好 回到master 好 那A.xc 來 先行new 已經舊了 那你就可以同時保持著兩份程式 不過呢 那 那個feature總是有開發版的一天 然後呢 然後當然你就要把你的新feature 就是 要融到你的master裡面來 那因為可能就是master通常都會保持著 就是 你要拖一出去的code 你要給別人的code 那其他的規區 通常都是因為一些 中途的開發過程 而突然漲通出來的書頁 那最後都希望他們融回到master 那一般人都也只會去看master的code 好 那就是要先做融合的動作了 那我覺得融合動作比較好玩 就是 那這個融合動作上 怎麼樣怎樣怎樣怎樣呢 欸 就是叫merge merge就是融合 那我現在在master這個分機 那我要merge 那些內容就被那個新的feature 就被那個新的branking資料 就是 去帶 好 那 如果 就是 對Git沒有那麼熟的人 你們會覺得 會 會疑問 就是 欸 我剛才切到了master 然後merge f1 那 我可不可以切到f1 然後merge master 或是我切到f1 把code推到master 就是 沒有沒有這些 他們就是沒有 就是 如果你想要改變master的code 那你就要切到master 然後把f1 merge進來 就是 那種拉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有點像 國標舞 就是男生是走的行為 把你直接拉進來 就是 你要改變 什麼branch 那你就要切到那個branch 然後再去把別的branch 給merge進來 你沒有辦法 主動的就set f1這個branch 然後就改master 好 那 講完了 就是 剛才就是 Git 他一般正常在做開發的時候 的用處 那 還有一個人就是 Git clone 然後我覺得 尤其像剛才講 有GitHub 跟BitBarket 這兩門服務 我覺得對我的幫助其實蠻大的 就是 為什麼 因為 不是所有的東西 都是有什麼tutorial 或是有很高能的文件 就是 你就會發現 扣寫完 都已經就累死了 你還寫一個文件說我怎麼用 或者是某一個concept 跟人家寫tutorial 才學 那都 都來不及了 比如說你總是會用 你要學一些東西 可能很像 不想寫文件 或者是 那個東西可能 文件講的是 一個大關鍵的東西 但實作上 不知道怎麼做 那怎麼辦呢 那就是找 抄 抄別人寫的東西 那其實就是 盡量去 你的cloan cloan也有意外 所以像剛才 講到的Dev2 那 沒事 你就是可以把它cloan下來 然後看人家的 sort code 長什麼樣子 那 相對應用到的service 就是 會用到GitHub 那大概講一下就好 那剛才我就自己有去 隨便 就是 在 Dev2 上面 找一個 R 在這裡 喔 Hatley 好像是剛才 也是剛才 有看到的東西 像比如說就是 隨便 就找一個 找某個人的 project 你就會看到 它有很多sort code 而且它會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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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扣寫了很多 那你就 你就應該 就是 來到Dev2之後 就 複製它自己工資本 UIL 那接下來就下 Git Tro 再加上這個UIL 那你就等於 把它的code 以及它的history 全部都拿下來 你拿的東西不是 你不是像平常 Dunload一樣 就是納扣 連它的底層 裡面的檔案系 都拿下來 就像把整個記卡都拿過來 你還可以去追蹤它 到底怎麼樣 從頭到尾在寫這個project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成長過程 你可以看到它的想法 它們的message 那以及 除了這個樣子之外 Dunload 它還可以幫助合作 阿博這件事情 你講的就是 主要是個人用的事情 可動下來 因為它是一個 很判斷的project 我覺得都可以學到 很多東西 比如說 什麼叫做 R-Beat Note 什麼Namespace 阿 阿裡面 Core 細節的東西 看了之後 都比一個人質感要好的 好 好 那 剛才其實有講了一些 Hiton的操作 那 其實我跟R-Studio 不太熟 但是為了這次 我就再來用了一下 好 那講一下用R-Studio R-Studio怎麼跟Hiton搭配 首先就 我自己用了很多 IDE的心得來看 就是 幾乎是沒有一個 IDE 它可以 幫助你 做完 所有Hiton能夠做的操作 應該沒有 那 它就只是提供給你 就是 平常每天在用的那些功能 幫你做成暗門 但是 偶爾 可能 出了一些問題的時候 你完全沒有辦法知道 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 像剛才前面的那個 Command Line的過程 是很必要的 就 不得不回 因為這些是R-Studio 這些IDE 就沒有辦法 滿足 全部的需求 好 R-Studio之前一定要用 就是你要先裝 它沒有附在它的程式裡面 你要另外裝好 然後呢 如果 R-Studio 它可以 就之前 控不見Project 就是 這個時候是不能Beat 你一定要 R-Studio一定要特讀 打開一個 叫做Project 然後呢 Project是你的資料夾 然後這個時候才能Beat 你不可以用R-Studio 然後突然就開個檔案 然後說 我要做半個公司 不行 不可以來這一招 好 那 先講兩種方式 在R上面 用Beat 前兩個呢 在劍發覺的時候 就算普通 第三個是核心卡錯 你點上第三個這個東西 這個是呢 New Power在哪裡 我直接打開R-Studio 那 那 Studio呢 上面就是會有 它的托把 前面 有一個叫做Project 你用Beat 之前一定要有Project 所以你只好 New 在New一個Project的時候 有人說 你要放在一個 既有的資料夾 還是要開個新的資料夾 但是我就很喜歡 就是 他們跟 這些跟飛行卡 整個都很好 好 比如說 我就說 哦 我要從某一個Motion Control下面 把 一個 Git的話 就拿下來 他現在就打UI了 那 我們現在就打UI了 那 剛才 不許有介紹 EVTools 那我們就來搜尋 看看 不許介紹 EVTools 而拿錯 好 第一個就是 今天就是 我就是想要學 第一部Tools 什麼 寫 就是把它整個 程式板 這樣都控不起來 好 就這樣 我這樣就貼到 上面以外而已 然後就是 不用管 直接不會打 好 他就開始 把他的低層 檔案系統 什麼都 開動一下 很快 好 先假設 那個人是大師 那接下來 你就等 發覺就開好了 這邊呢 可以切換branch 然後branch 就不知道 可能要 他開這個branch的名字 是為了什麼 我不曉得 因為這畢竟就是 那個project的人 在想事情 好 所以當你用了Beat以後呢 你在你的Arts 就多了一個小小的圖 那 叫做Beat 那 這邊呢 就是第一部Tools 你們看看 好 那我們 試試看 喔 還有Zcode 不知道 這不是我看的 我們就看看 Rcode 什麼東西 SAMPLE SAMPLE 好 這就是他的Rcode 那就可以 寫了很多暗示啊 那這邊就假設說 喔 就幫他加點助體 就是 剛才我在打 哈哈存檔 那這邊Beat在這邊 你覺得他就會幫你真正的 欸我的東西 你擺過了 那剛才那些指定 他都把它換成一些 你覺得人更好好的 一些語言 所以你可以選擇語二 所以我覺得這是他 ID跟里程 有時候 用一些不同的詞 對剛學人是蠻困難的 那對我來說 我是覺得還好 因為他其實能做講話 因為像剛才我打的 是 轉換iv.gi.goog 這邊就直接 點一個東西 選v.ub 那 我建議大家是先 手機打個line之後 但是都可以用 這種id tool 來執行工作 所以我可以選擇 在這裡就選擇conmit 因為自己打印在手上 其實跟那個人 沒有關係 所以我就可以說 我要conmit這個答案 好 下面就是剛才 像那支 他會先跟你講,你現在要改的東西跟上個檔點插在哪裏 他在檔檔上面很清楚 旁邊就是你這次的Commit的Message 所以呢,你就防止一個偉大的工序,都加你的Commit 那,但是,就不要讓所有知道,很神奇,不要寫空間 好,那,在R2D,他可以幫助你的事情 就像今天講的一樣,Commit 然後,回到以前的版本和Deaf 以及切換Branch 那,就我的了解呢,就是他提供的功能就比我剛剛講的多一點點更多 就變得更多了,比如說,你在這邊沒有辦法自己建Branch 然後,回到Commandline才能夠建一個新的Branch 不過,就是也夠了,這樣 最後,就是講一下,其實我覺得,Git他其實是一個 你要是在寫細節的時候,我覺得蠻複雜的 就是有的時候,你會覺得一個複雜的工具,還要有人很喜歡用 其實蠻不容易 我覺得Git其實算是有點複雜 但是,他在軟體工程上,你在管理這種文件上 其實,可以達成的功能相當的多 所以,大家願意花時間去學習他 好,所以那,我這次就是有些觀念呢 我主要就是看一本書,叫做 Pro-Git 然後,裡面就會講到很多Git的操作以及Git的工程的一些架子 好,這樣,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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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請問,那個Merge跟Rubase的差別在 我都用Merge,不好意思 我沒有特別去學習什麼用Bass,不好意思 就是,我知道 因為我才能懂得過,但是 我的DailyWalk沒有用到 不好意思 Sorry 可以問一下那個 可以問一下那個 順便補充一下那個Push跟Pull的 的用處跟功能嗎 可以 你有講到Push跟Pull 是因為 我覺得就是 當你會用到的時候 你其實有點不難 那我剛剛有講到就是那個 在用Git呢 你有一個.Git這個資料夾是他的記憶卡 那 但是 就是 你除了自己Call會寫Line之外 電腦也會Line 就是電腦也炸掉 就很可怕 那像 我自己就一定會讓自己的Call 就是放在別的地方 那就是說 我會把我的記憶卡放在別的地方 那 交換記憶卡 以及把記憶卡內容 做 做那個 自動做一些融合跟調整的動作 就是Push跟Pull 好 那 如果你是 像Kithub 的時候呢 就是 這邊就是 Kithub 它這個服務呢 像剛才我們可以看到 BA Tool 它其實就是在 幫你放記憶卡的一個服務 那你可以 如果你想要把你的記憶卡放上來的話 你在這邊先要 在這個網站上面要做一些 做一些 設定 那你就可以把你的Call Push上來 推出去 以你自己的把他推上來 那 以及就是 你想要把別人的Call 拉下來的時候 第一次是Clone 但是可能別人會一直改Call 像剛才我Clone 第一次Tool 但可能這個作者 就是很厲害 再改Call的話 那第二次就不是Clone 第二次呢 叫做Pull 它只會把那個 它 它會看你的Difference 它不會再把全部的檔案抹下來 它只會把更動的部分 送過來 所以就是 Pull跟Pull 一般會用到 就是至少在 做別人的記憶卡的交換會用到 那 就是如果你確定要用 像Dithub 或Dithub 這種服務的時候 就是我建議 就一開始就是上面先把 它的Project Created好 之後的操縱會簡單很多 那 先到那邊 做一次 組字 這個 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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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一樣 是不是也沒做什麼事情 那在上面create的時候其實 都是很貼心 因為你之後要幹嘛呢 之後要幹嘛下面都會教 就照著下面的東西來做 很多事情就OK 他之前講了什麼事情 他之前講說他希望每個人都要寫個readme 就是他希望就是 你會為人發揮做點敘述 那接下來是三行 就本來代表就是你的daily walk 你本來就要給neit一下 那接下來ad跟commit 那就是你自己的回圈 你不停的加檔案 commit加檔案 不過 這一行是我覺得eat就特別長的指令 就是會不來寫什麼 我們來寫做複製地下 HitHub 教你怎麼做 那接下來呢 你想要把你現在記憶卡的狀況 你要把它放上HitHub 那就是像這樣copy 就是把你的master 推到這個網站上 那先不講為什麼 就是copy這一行 你就可以把你記憶卡 那邊就能看到你的程式 就跟別人分享 那或是跟別人一起合作 做工作 那我再講 那我接下來講一下 我的commit上的狀況 首先可以先想成就是 後面這一串當然是 我一個網路上的位置 它是個UI 都得以很長 很長很長 所以呢 那邊心想成的方向想成一個 比較簡短的名字 Origin 就是原來的位置的意思 所以 網路上這個放記憶卡的地方 就有一個代號叫Origin 所以呢 這邊的push呢 是說 我們要推到Origin去 然後把Follow的那個brunch 推上去 那 為什麼還會刻意討論Origin 因為Linux當初在開發的時候 其實就是會 它的開發模式就很大很複雜 所以你可能會同時 會推到各種不同的地方 它譬如是你單一的 因為它會希望你可以 幫你把很多的repositor 地方都可以先設定好 好 那 就是一般來說 就是你要跟一個 幫你的repositor 做溝通的時候 就會讓Push跟Pull 就有問題 比如說 如果說 現在你有 當時經常會不會在做 比如說 五分六分扣的時候 或者做Merge的時候 平常事務上 就只能去 去做Merge的時候 好 我現在公司 只有三人 那 首先 Merge 它的動作 如果大家 不是改 同一個檔案 的同一行 那Merge 不會出錯 對 就是 當 像剛才就是個人用 那剛剛講到合作的時候 合作的時候 當然就盡量 沒有必要說 大家改同一份子 是嗎 就大家都改不同的 先講好不同 但 有的時候 你只要改同一份 好 那知道改同一份 但應該不應該是大家 改同一份 就是人少的狀況 應該一直都不好翹 如果你不小心 就 功能就是 發生到 有人在同時改同一行 或是很附近的功能 所以他就交錯了 這時候 Hit和Merge的時候 他就沒辦法 他根本就不知道 把這麼兩個人 同時改同一份 然後就又要Merge 他就會跟你說 Fail 好 那 Prodite這本書呢 他最後很推薦一個工具 叫做 P4Merge 嚇到了吧 對 這本書 推薦的一個叫P4Merge 我自己的經驗裡面 P4Merge 這個程式 真的是一個 我覺得最好用的 一個Merge tool 他就會很清楚的告訴你 哪邊發生 conflict 然後那個人就要去選 發生問題以後 就有人去選 那我到底要用哪一份空 不過這就好玩 所以我要選 所以在選的過程當中 當然也是有可能的壞掉這樣